93 年 CE 40 條 有一個 GM Alphaparticle Scattering Experiment 有什麼判斷是對的呢? 這個實驗還有什麼呢? 其實可以看看 12 年 A 級 42 條 有一大堆的 Alphaparticle 塞在高風流道 我們發現很多 Alphaparticle 都會直行直覺 只有很少數有 Scattering 現象 當然有些 Scattering 都很厲害 就向前走 反彈回頭 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它會有一個反彈現象 其實 13 年 A 級 42 條 也有說到為什麼 看看吧 其實 Alphaparticle 直行直覺的原因是 因為它離過 Gold Oil 太軟 所以好像穿了一個透明的空間 所以就是直覺 何時才有 Scattering 只有 Alphaparticle 直撞 或者很靠近的時候 Alpha 是大陣 Nukius 裏面的 Proton 也大陣 互相排斥之下 這個力度就導致它不可以直行 就會向側 甚至向後 就會運行 這個叫 Scattering 而這個現象 看到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粒子 可以直行直覺 所以其實 Alphaparticle 就撞不到任何的 Nukius 所以第二句說明就對了 MOST of the space or in the atom 是對的 第三句說明就是 Golfo 裏面的Nukius 集中在一個 Tiny Nukius 這個就是對的 這個也是對的 但是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Proton 如果是Proton 的話 Proton 的話 這個是對的 因為Alpha 是大陣 所以我們只可以知道 它裏面的正的電荷 即是Proton 是在 Tiny Nukius 裏面 但是我知道 那些電池 這個在哪裏 其實我們就不能夠說 在 Tiny Nukius 裏面 所以因為 它全部包含了 Proton 包含了Elechon 所以這個說話 就不對了 所以答案就只有 A 2 only